買屋的流程是怎樣呢? 當然你有了房地產的代理 他帶你去看屋 讓他知道是哪一區 他找到有對的 他會帶你去看屋 看得對 你就make offer 你出價 對方如果接受了你的offer 那就簽約 你就要付訂金 這個訂金不是交給那個賣家 你就要開一個eskrow戶口 放進去eskrow那裡 另外你開始要檢查屋 這一點是不可以忽略的 你一定要找專業人士 來跟你檢查那間屋 通常你的買賣合約 就有17天的時間 是讓你來檢查這間屋 如果有不妥的 你可以不買 你也可以在17天之內 是跟那個賣家討價還價 跟著你也都是 其實應該同時間 做就是你開始要申請那個貸款 好了 那個交收的過程是怎樣呢 這裏有三個名詞 其實都是講同一樣東西 你叫中介也好 你叫做托管也好 你叫做結算也好 其實都是eskrow 這個eskrow就是一個中間人 他在中間那裡 來到維護三方面的利益 哪三方面呢 買家 賣家 還有借錢銀行 這個eskrow在中間 就是要確保大家的東西簽好了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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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錢呢 是才是做交收 那個產權保險 你買屋呢 一定你借錢銀行 又要你買產權保險 你就算給現錢呢 你自己都應該買一個產權保險 來保障你 如果過去的產權有什麼不妥的時候呢 那他會賠 我就見過一兩單 是真的 那個保險是要賠的 擁有產權的方式 那不外是joint tenancy 除非你是自己買 你單身自己買 或者你是共同擁有的 就是joint tenancy 或者community property 如果是夫婦的話 那就一起買 還可以是大家的產權 是分割的 那個就叫做tenancy in common 好了 交收了 交收之後又怎樣呢 很多人就說 我欠銀行錢 那個屋契當然不在我手上 銀行拿著我的屋契 其實就不是的 在美國這裡 就算你欠銀行錢 那個屋契都在你手上的 就你成交了之後 大概一兩個星期 你就會收到登記了那個屋契 那你就放上它就可以了 你不見了都不要緊的 你去那個recorder office 那裏拍出來就行了 那如果這間屋是你自住的話 那當然你就要填一張postcard 去申請那個七千元 那個估值降低七千元的豁免了 那最後呢 提醒大家一句呢 你買屋呢 這個是一個公眾紀錄來的 就是人人都知道 你是買了一間屋的 那你跟著呢 你就會收到很多的推銷信的了 就叫你買這個買那個 大部分那些東西 都是不需要的 所以你就不需要 去買那些東西 有些叫你拿一個certified copy 你的屋契的certified copy 是沒有用的 叫你登記什麼homestead 那些是沒有用的 所以那些推銷的東西 一律就不用管它了 我們很短的時間 就把整個買屋的過程 就很簡單跟大家說 現在在美加各地 多謝收睇到 三藩市灣區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